好笑的看一下第八个号的票据权利 他的取得 首先看一下基本规定 例如A项B出票 这个B的话呢 是票据记载的收款人 B的话享有票据权利 这个没问题 但第二点是背书 谈到背书的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 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以背书转让的票据 如果是背书转让 背书必须连续 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 来证明其票据权利 如果背书不连续 这种情况下付款人 可以拒绝付款 好笑第二层次 对于这个非经背书转让 而是以其他合法方式 取得的票据 例如通过税收 机场赠予 或者法人的合并 这种情况下 他是依法取得票据权利 并不是通过背书转让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不受背书连续的限制 由持票人 依法举证 来证明其票据权利 就可以 谈到这个问题 该怎么去理解 例如 A的话向B出票 B的话背书转个C C拿到汇票之后 跟D直接合并 他合并成 合并成D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合并的时候 C的话向D 并没有做背书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背书不连续 但他受背书连续的限制 由D的话 取得票据 他并不是通过背书转让 取得的票据 而是通过呢 合并来取得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受背书连续的限制 由D的话 需要依法举证 来证明其票据权利 就能享有票据权利 他提供呢 法人合并的相关证明 他只要提供证明 就能够取得票据权利 再看第三 因为欺诈 偷盗 胁迫 恶意 或者重大过失 而取得票据的 是不得享有 票据权利 第四条 凡是善意的 以赴对价的 正当车票人 可以向任何票据债务人 请求付款 不受牵手权利瑕疵 和牵手相对抗辩的影响 这个善意的 支付对价的 他享有百分之百的 票据权利 但第五条 如果是无对价 或者无相当对价 取得的票据 如果属于善意取得 他仍享有 票据权利 但是他的票据权利呢 不能优于他的前手 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搞清 这是基本规定 但第二是 票据权利 他的善意取得 关于这个善意取得的问题 这个考点 大家必须 好清楚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 这个票据原因关系 对票据行为 效率的这个影响 例如 这个A项B 这个出票的时候 在出票环节 如果双方 不就真实的交易关系 和真实的债权料关系 这个出票行为 是无效的 或者呢 B项C 做背书的时候 如果双方 不就真实的交易关系 和债权料关系 这个背书行为 也是无效的 这是关于真实的交易关系的问题 需要搞清 但是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大家需要搞清 他如果假 假的话欠以100万 以的话呢 还欠饼 100万 他们三个相互欠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要求 干脆 这个假相饼 直接出票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假饼的话 并不是直接的 当事人 但是还是呢 如果出票的话 这个表示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它并非 说必须发生在 票据行为的直接 当审之间 所以这个解释呢 大家需要搞清 这是关于真实的交易关系 但讲到这问题的时候 关键需要搞清 票据权利的买卖问题 咱们先说解释过 A的话向B出票 金额的话100万 然后B的话 急着用钱 将100万的票据 做价98万 就卖个C了 并不是向C行贴线 贴线因为它属于合法的 这个行为 现在关键问题是呢 C只是个普通企业 这搞成票据权利的买卖 第一个判断呢 B向C做的背书 这个背书行为 是无效的 然后第二个判断 C的话是不享有票据权利 但是毕竟表面上呢 B将票据背书 转个C C从形式上 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然后C的话将票据 他背书转个D的时候 C的行为 他构成无权处分 但如果D呢 同时满足那几个条件 善意的 无重大过失 对价取得 该交付交付 但是C现在就背书 背书从形式上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呢 B的是善意取得 这个票据权 这是善意取得的问题 跟票据权利买卖 这块相结合的时候 大家需要搞清 在第二处呢 是讲狭义的 无权代理的时候 咱们前面讲过 这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A的话呢 他对甲 根本就没有授权 但是甲的话就说 他说我是A的代理人 以A的名义 向B的话出票 甲在票据上签章 要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B的话 当时还知道 知道甲 的确没有代理权 在这种情况呢 这个B的话 他是不享有票据权利 但是B的话 将票据呢 就背书 让个C 由B从形式上 他向有票据权利 他是那个收款人 在这种情况 如果C的话 同时满图那几个条件 C的话是基于 善于取得制度 他是取得票据权利 C取得票据权利了 然后谁需要对C 承担票据责任呢 前面讲过 第一个是B的话呢 他承担相当于 背书人的票据责任 然后甲在票据上签章 甲他承担相当于 出票人的这个票据责任 A的话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吗 A的话 作为被代理人 那个本人 他是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这是讲 狭义的无权代理 跟这个善意取得 相结合的时候 需要搞清 然后第三 实际跟票据的伪造 也可以结合 他那这个问题 该他们去处理 说假的话准备 他出票个一 在票据上呢 该记载的事项 都记载了 但是呢 他并没有将票据交给 他并没有完成交付 但是票据呢 就丢了 然后被丙的话 使得 这个丙 他是冒充乙 并伪造乙的签章 以乙的名义呢 将票据背书 转个钉 在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钉的话呢 他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 在这种情况下 钉照样取得 这个票据权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搞清 因为乙丙的话呢 丙是伪造人 他在票据上 没有签章 丙的话是不承担 票据责任 乙的话是被伪造人 这话也不需要承担 这些责任 但是假的这个签章 因为假呢 他在出票缓解 他在票据上签章 假的签章是真实签章 所以假的话就需要承担 这个票据责任 这段稿情是讲票据伪造 但讲这个点的话 是在教材中 有这么一个解释 大家稍听一下 他在本案中 这个出票行为 在实质上并未生效 因为假的话呢 只是记载 已是受款人 并没有将票据交给以 出票行为 实际上并未生效 这个票据上并不存在 任何真实的票据权利 他此后的背书转让行为 在实质上并非对他人的票据权利 进行处奔 但是呢 由于这个出票行为 从形式上没有瑕疵 丁的话呢 又具备善意取得要件 在这种情况 丁的话照样可以善意取得 这个票据权利 但是谁需要对丁承担票据责任 由这个出票人的牵扎 是有效的 这点搞清楚 这是跟票据伪造 相结合的时候就清楚 在第九考的 是票据抗辩 票据抗辩的问题 这是考综合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搞清 包括对务抗辩和对人抗辩 那么讲对人抗辩的时候 大家首先要清楚 票据债务人 他可以对基础关系中的 直接向对人 忽略行 约定的行为 进行抗辩 这个可以 但是关键是呢 如果给别人了 该怎么去处理呢 例如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期与出票人之间的 抗辩设友来对抗持票人 例如 这个承队人 不得以期与出票人之间的 资金关系来对抗持票人 但第三点 A的话跟B之间 他签了100万的买卖合同 B向A发货 A向B的话签发票据 如果B的话呢 发货有问题 然后B还是持票人 在这种情况下 A的话对抗B行不行呢 因为站在A的角度 票据债务人 他可以对基础关系中的 直接相对人 不履行 约定的行为 进行抗辩 A对抗B肯定可以 如果B的话将票据呢 有背书 不让个C 站在A的角度 能对抗C吗 要需要区分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C 他明知道 前手之间存在抗面室友 还收上票据 这种情况下 A是可以对抗C的 但如果C 他是善意的 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能对抗C吗 有效区分 看一下C 是不是支付对价 如果C是支付对价的 因为善意 要支付对价 在这种情况下 A的话 能对抗C吗 凡是善意的支付对价的 正当持票人 可以向票据一切 招募人 行使票据权利 不受前手权利瑕疵 和前手将近抗辩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 A的话 是不能对抗C 但如果C 是无对价取得 或者无相当对价 取得的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C的票据权利 不能优于他的前手 在这种情况下 A就可以拿 对抗他前手的室友 来对抗这个C 所以这个对于 第345这几条 怎么去处理 大家把这个图 需要看懂 这才可以 这是呢 什么情况 他可以抗辩 什么情况 不能抗辩 这个大家必须 搞清楚 但条纹的话呢 你自己需要绘备 再看第二个 票据抗辩的 切断制度 还能切断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 A的话 他用B直接 签定买卖合同 B发的货 有问题 A的话呢 对直接相对的 进行抗辩 A对抗B 肯定可以 然后B的话 将票据呢 如果赠予 这个C 题目告诉你C 它是善意的 而且C是 无对价取得 在这种情况下 A能对抗C吗 有C的票据权利 不能优异 它的钱少 它无对价取得 A的话 可以 拿对抗B的室友 来对抗C 既然A可以对抗B A就可以对抗C 然后C的话 将票据呢 有背书 转个D 听过你 D的话是善意的 而且支付了对价 在这种情况下 善意支付对价 需要搞清 A的话能对抗D吗 A是不能对抗D的 咱们说理由呢 考试中 可以说两个理由 选一个就可以 第一个可以这么说 凡是善意的支付对价的持票人 他呢 这个可以向一切债务人 行使票据权利 不受前手权利瑕疵 和前手权务间抗变的影响 也不能对抗D 这第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呢 也可以说 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期与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抗面室友 来对抗该持票人 A是不能对抗D的 然后D的话 将票据呢 有背书给E 给E的话呢 还是赠予给E 听不懂 E的话是善意的 E的话也是无对价取得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搞清 A能对抗E吗 这考到票据抗变切断的问题 大家搞清 就算E的话 无对价取得 他的票据权利 不能优于前手 E的票据权利等于D 既然A的话 不能对抗D A的话就不能对抗E 所以这个切断的问题 大家搞清 从这一块就切断了 这是关于 划等号 这个小学友人的基本功 这需要会 就可以 关键条是怎么去引述 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票据抗变 而下方第十个考对 是追索权 想追索权的话 第一个 这个追索对象 可以对谁行使 追索权 有票据行为 包括出票 背书 成对 保证 四个票据行为 然后可以对谁行使 追索权呢 正好四个当事人 可以找出票人 背书人 成对人 和保证人 行使追索权 但是呢 这四个当事 他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好说 他可以不按照行后顺序 找谁都可以 爱找谁找谁 那是胡同语言 但真正考综合体的时候 持票人 可以不按照会票 这样的行后顺序 对其中任何一人 半分 输人 半分 或者群体 半分 行使追索权 这是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真正考试的时候呢 你需要搞清这个基本的问题 怎么去理解呢 画张图看一下 例如 A的话呢 这个跟B直接 签证一百万的买卖合同 B向外发货 A向B出票 A的话是出票人 A向B出票的时候 A的话是A的保证人 可以考的票据保证 还是那句话 如果想做成票据保证 四个字 A在票据上 签章 在票据上 写成保证字样 才做成票据保证 然后B的话呢 背书 转给C B向C做背书的时候 如果写了一个 不得转上字样 该怎么去处理 首先 B的话 对直接后手C 需要承担 这个保证责任 但对直接后手 以后的后手 就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然后C的话呢 有背书 然后D C向D做背书的时候 如果付条件了 该怎么去处理 他说事先约定 如果D向C发的货 不符合约定 则D不享有票据权利 背书是付条件的 所付条件 不产生会票上的效率 就算D没有向C发货 这个背书行为 张有效 D的话张有取得 票据权利 然后D的话呢 又背书 说上个E D向E做背书的时候 他告诉你 这个饼的话呢 是D的保证人 是保证人 但是呢 这个饼做保证人 在票据上 并没有签张 他只是另行 跟E之间 签的保证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 要搞清 因为饼在票据上 没有签张 他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吗 不需要承担 但是呢 保证合同 是有效的 根据保证合同 他承担 保证责任 就可以 所以谈到追索权的时候 既然饼在票据上 没有签张 不能对饼 行使追索权 让E的话 有背书 转给F 但是这个背书的时候 丁目告诉你呢 这个丁 丁的话呢 他是伪造人 他是伪造了 E的签张 E是被伪造人 然后这个 是保证人 他是做成了票据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前面解释过 首先跟伪造这块 相结合 而且题目没告诉你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在这种情况 不构成 表件带行 就是一个普通的伪造 在这时候 就算持票人 他是善意的 支付罪嫁 他对伪造人 对被伪造人 都不能行使 追索权 但是误的话呢 他做成了票据保证 尽管E的话 他是因为实质原因 他因为实质原因 E的话不需要承担 票据责任 但是呢 这个保证人 他仍需要对持票人 对享有票据权利的持票人 他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这点搞清 然后F的话呢 他是最后的持票人 善意的支付罪嫁 找到假银行 来提出付款 假银行的话是成对人 那么靠成对 成对的法律效率 首先 经过他成对 他是主债务人 什么叫主债务人呢 就算出票人钱不够 仍需要继续付款 就算提示付款的时间 超过十天 只要没超过两年 都是说明之后 仍需要继续付款 而且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这个发现 你看这几个点 他可以考票据保证的问题 考成对的问题 考背书的问题 然后伪造的问题 又可以跟票据抗辩 相结合 好票据抗辩的话 说F的话 善意的 要支付对价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向A追的时候 向A形式追到权 让A说 说你的前手B 发的货 质量有问题 A的话 对F提出抗辩 行不行 这个不行 怎么说理由呢 因为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其与持票人的前手 之间的抗辩室友 来对抗 该持票人 就是呢 A的话 不能对抗F 他说如果F的话呢 这个找B 但找B的话 行不行啊 用B的话 写了一个 不能转让字样 他是 这个站在B的角度 对直接后手 以后的后手 不承担保证责任 在F找B的话呢 B的话 这块也是可以提出抗辩的 假设没写这个字 怎么处理 F可以找B了 然后当B的话 向A追的时候 A对B能抗辩吗 这个可以 因为票据债务人 他可以对基础关系中的 直接向对人 不理性 约定的行为 进行抗辩 跟票据抗辩 相结合 但又可以呢 跟票据变造 相结合 当时出票 出票当时是一百万 后来的话 被人改成了一千万 再变到之前签章的 按照变到之前的一百万 成的票据责任 再变到之后签章的 按照变到之后的一千万 成的票据责任 考伪造 变造的问题 但又可以跟哪块结合呢 跟那个10天 和3天 这块相结合 咱们讲过 如果这个汇票 是7月1号到期 他提示付款的时间 是到期之期的10天 如果在10天之内 被拒绝付款 他并不丧失 对前手的追索权 找前手那几个背书人 他可以行使追索权 但如果你超过10天 被拒绝付款 将丧失 对他的前手 及其保证人的追索权 发追索通知 法定的是三天 但如果超过三天 发追索通知 只要不超过六个月 并不丧失 对前手的追索权 这是整个票据呢 实际上你把这张图 看懂了 基本就差不多了 无非跟哪块 也会结合呢 跟票据权力的买卖 相结合 整个票据 就这么多东西 实际上呢 最后考到追索权的时候 他可以对谁行使 追索权 跟保证 跟背书 跟伪造 跟票据抗辩 等等 跟那个时间 都可以结合 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内容 咱们前面讲 基础班的时候 都详细解释过 这块就不再啰嗦了 好 下来看第十一个考点 票据权力 他的补救问题 他那补救的话 首先需要清楚 包括挂师指付 公事催告 和普通诉讼 三种形式 第一个是挂师指付 他的地位 这个挂师的话 并非必经程序 而只是个暂时性的 应急措施 咱们讲了一个 三天和十二天的问题 如果在十二天内 没有受到人民法院 指付通知书的 自第十三天起 挂师指付 自动失效 三天十二天的时间 就要搞清 再第二是公事催告 公事催告的内容 这块考综合题的时候 也需要大家 搞清楚 说A的话呢 有一个票据 他丢了 他申请公事催告 然后人民法院 如果受理了申请 他需要同时 这个通知付款人 和代理付款人 需要停止支付 这个付款人 他必须停止支付 直到呢 公事催告程序终结 这段考情 在终结之前 你必须停止支付 这才可以 需要的第二点 这个利害关系人 在人民法院 做出交判决之前 如果申报权利的 怎么处理 在公事催告期间 如果申报权利的 人民法院 应该通知他 向法院出示票据 并通知那个申请人 过来查看票据 如果发现呢 这个票据 就是当时那个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应该裁定终结 公事催告程序 并通知申请人 跟付款人 一看呢 的确是那个票据 所以需要终结 公事催告程序 如果双方有争议 这到底 谁先要票据权利 这个争议的话呢 是提及普通的 这个民社诉讼 来解决这个争议 但是的确这张票据 需要终结 公事催告程序 然后再看一下了 关于这个第三条 他这个公事催告期间 届满 如果没人申报 这种情况下呢 应当自届满的刺入期 一个月内 他需要找人民法院 申请做出权判决 然后做出出权判决之后 申请人 是持这个出权判决书 行使票据权 但如果逾期 他没有申请的 这么处理 逾期没有申请 人民法院采定 是终结 公事催告程序 是终结这个程序 既然终结了 所以这个付款人 该怎么付款 怎么付款 在终结之前 他是停止付款 但是程序终结了 在这时候 该付款付款就可以 这是公事催告的问题 那讲到这儿呢 关于这个十几个考点 我们就讲完了 好 下我们看第二部分 经典试题 咱们注快的话 最近几年考过呢 九个经典试题 这九个都叫神题 所以大家把这九个试题 必须给我真正的搞清楚 先看呢 这个第一题 是祝快09年 考了一个题目 这题的话 主要考票据 伪造的问题 我们先把题目看一下 这假公司向乙公司 购买水泵一台 为支付货款 签发了一张 以自己为出票人 以乙公司为受款人 以M银行为承论人 票面金额30万 到7日 是08年8月3号的 银行承论汇票 并交付给乙公司 他出票 交付给乙公司了 然后假公司 跟M银行 在汇票上进了签章 因为假公司是出票人 M银行的话 是承论人 都签章了 M银行签章之后呢 他就属于 汇票的主债务人 然后乙公司的 财务人员A 利用工作纸别 将上述汇票扫描 利用其他途径 获得的M银行的 这个空白 一样成的汇票 就用技术处理 克隆了一张 跟原始汇票 几乎完全一样的汇票 然后呢 将克隆汇票 将那个 这个克隆的 这个假的汇票 他留在乙公司 将原始汇票的 真的偷出 然后A的话 以乙公司的名义 向丙公司 购买了一批 黄金制品 归自己所有 并将原始汇票 这个背书 转任给这个丙公司 在背书人 签章处 加盖了伪造的 乙公司的这个工章 签署了虚构的 这个B的姓名 那么看到这儿的话呢 需要把当时的关系 搞清楚 讲了半天 说了个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假象以出票 金额的话 30万 M银行的话呢 他是成罪人 在汇票上 这个签账了 假设出票人 然后呢 这个A的话 A的话呢 他是呢 将这个汇票呢 这个真的汇票 他偷出来了 要把克隆的东西 留在乙公司 把真的东西拿出来 拿了之后呢 他需要呢 去那个饼 那块去买黄金 去买黄金的话 他需要将票据呢 他背书 转个饼 那么背书的时候 大家搞清楚 他是伪造的什么呢 伪造的 乙公司的 这个签章 在乙公司的话 属于 这个被伪造人 A的话 属于 这个伪造人 他背书个饼 大家搞定 这个票据的话 他是那个 真的票据 那个 他是原始票据 在这个原始票据中 大家搞清楚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谁是真正签章的 当事人呢 因为这原始汇票的话 这个 甲干M银行 他们的签章 这块属于 真正签章 他们的签章 没问题 这真正签章 A的话 是伪造了 伪造了自己公司的 那个章 他伪造乙公司的章 以这个乙的名义 背书 转个饼 A是伪造人 A是背书造人 然后站在饼的角度呢 人家是善意的 他不知道这个事 第一个是善意 而且饼的话呢 他是支付了对价 我给你黄金了 在这种情况下 饼享有票据权利吗 他这块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在讲到这的话 他需要清楚 当这个饼 饼的话 涨到M银行 去提售付款的时候 说就算M银行 发现票据被伪造了 能拒绝付款吗 他是不能拒绝付款 不能拒绝 因为什么呢 就算你知道 票据被伪造了 在票据上 有伪造签章的 不影响票据上 其他真实签章的效率 在票据上 真正签章的 当时他仍应当 对被伪造票据的持票人承担 票据责任 因此当持票人 在提售付款时 真正签章人 不能以伪造为由 进行抗并 也就是说 应当向饼付款 如果付款了 没事 关键如果M银行 拒绝付款 站在饼的角度 他可以对身行使 追索权 他可以对M银行 向追索权 要假的话 真正签章 向出票人假公司 就是追索权 这个可以 但是对A 不能行使追索权 里头都会说了 A是伪造人 在票据上 没有签章 因此不承担 票据责任 对A不能行使追索权 以示被伪造人 就算持票人 善意的支付对价 对这个被伪造人 也不能行使追索权 那这是普通的伪造 这块谈不上表现 带行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呢 这是怪第一张票据 该他们处理 但是事没完 大家看呢 这个克隆的票据 这个乙公司 乙公司的手头的话呢 他是那个克隆的票据 是那个假的票据 他是为向定公司购买 刚才将克隆的汇票 倍数转让给了 这个定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该他们去处理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克隆票据呢 还是从表面看 是假象已出票 M银行 作为承论人 这个签章 然后乙的话向定 做了背书转让 在这种情况 还是注意 在这个克隆汇票上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谁是真正签章的当事人 谁是真正签章呢 因为这个乙向定 做背书的时候 这回乙的话 不用围到自己签章 又是乙背书转让丁 所以呢 乙的话这是真正签章的当事人 但这回在这个克隆票据中 谁的签章是伪造的呢 因为当时A的话 A的话是伪造了假公司的签章 伪造了M银行的签章 所以这个甲干M 都属于这个背伪造人 谁是伪造人呢 还是那个A A是伪造人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搞清 说当丁的话呢 他作为持票人 那丁的话 还是善意的支付对价 丁的话 这回找M银行的时候 他还是找那个成队人 去提出付款 这种情况下 M银行 能拒绝付款吗 就算你持票人 善意支付对价 但是关键对这张票据 M银行是被伪造人 你的这种情况 M的话是拒绝付款 他是拒绝付款 如果拒绝付款了 丁K对谁行是追索权呢 首先对假行吗 要假的话属于被伪造人 对假不能行是追索权 A是伪造人 对A的话不能行是追索权 这回找乙行吗 因为乙这回是真正签章的 当时对以德化形式追索权 这块可 所以这个题非常经典 就经典的两个票据 都是伪造 关键谁是伪造人 谁是被伪造人 谁是真正签章人 大家搞清 那么这个题的具体要求 跟答案的话呢 我们就不爱着念了 但是这个题你必须 给他琢磨清楚 这个题琢磨清楚了 一个普通的伪造 这个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这个题基本就够了 好 下来看第二题 这题的话是咱们住快10年 考的一个综合题 这个题的话呢 主要是关于公司催告的问题 通过这个题需要懂得清楚 假公司 向一方的购买多新版 为了支付价款 假公司签放一张 以以公司为收款人 金额为100万元的 央程的汇票 A银行作为成队人 在汇票上签张 看到这的话呢 他没问题 要假象语出票 金额的话100万 A这个银行 他作为成队人 在汇票上已经签张了 他是主债务人 他为了购买原材料 以公司将该汇票 背书转让给这个饼公司 以的话背书转让饼 他是背书转让 但是关键后边出事了 但是呢 说饼公司 在签业过程中 提供的公司文件 库存证明等 都是虚假的 并且没有打算 旅行合同 饼的行为构成 欺诈 然后饼公司 在取得该汇票之后 将其背书转让 给不知情的定公司 用于购买 购买钻石 前面是买黄金 这块买钻石 什么柜买什么 然后定公司 查验票据 刑事要件无误之后 从形式没问题 将天然钻石 交付给饼公司 然后饼公司 拿着钻石 飞了 然后看到这的话呢 需要把关系搞清 首先这个饼公司 饼的话 相倚 这块饼的话 是构成欺诈 既然是欺诈的话呢 饼是不享有 票据权利 但是从表面看呢 已将票据背书 转到饼 它实质上是 不享有票据权利 因为你胁迫欺诈 它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 这实质上不享有票据权利 但是从形式上呢 它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然后饼的话 将票据背书 装到钉 世界10年的教材 还没有讲善意取得 但现在的话 从善意取得的角度 大家搞清 饼向钉做背书的时候 构成无权处分 但是钉 它是善意的 而且对价取得该交付 用交付 钉的话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 依法取得这个票据权利 这块是善意取得 因为善意的支付对价 在钉的话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跟善意取得可以结合 但是没完 乙公司发现被骗之后 他向公安机关举报 饼公司涉嫌诈骗 同时呢 乙公司就背书转人的汇票 他向人民法院申请了公事催告 因为这个乙的话 只是将票据呢 他叫个饼 并不知道饼将票据给谁了 所以这种情况 站在乙的角度呢 他是申请人 他是找人民法院申请了公事催告 所以催告之后 他人民法院受了之后呢 需要同时向谁呢 向付款人发出这个支付通知 因此A这个银行 必须停止支付 直到公事催告程序终结 你终结之前 必须停止付款 并发出公告 发出公告的话 指的是 人家已说了 说这个票据呢 有问题 看一下谁来申报 是一个定公司呢 他是享有票据权利的 他是呢 票据权利人 然后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他说这块定公司 在票据到期时 持票向银行 提着付款 遭到拒绝 这行不行啊 因为这个毕竟 人民法院 已经这个受理了 公事催告申请 他通知了银行 向 停着付款 所以就算你到期了 持票向银行 提着付款时 银行拒绝付款 这么做是对的 这是合法的 因为公事催告了 所以他拒绝付款 这个可以 好下来看一下 题目要求 这个第一问 说银行 社会有权对定公司 拒绝付款 前面解释过 是应当拒绝付款 这么做是对的 在公事催告期间 他这块拒绝付款 这是对的 再看第二问 当定公司持票据 向人民法院 申报权利的时候 人民法院 给他如何处理 因为公事催告 有利害关系人 需要申报权利 要定公司是利害关系人 那个乙公司呢 是申请人 他如果申报权利了 法院怎么处理呢 让定公司出示票据 然后赶紧通知申请人 过来查看票据 如果一看呢 查验票据 就是他 这个公事催告的 那个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 这同一张票据 人民法院 怎么去处理呢 因为那是 终结 公事催告程序 在这块是 裁定终结 这个公事催告程序 并通知申请人 和付款人 如果通知申请人了 也通知付款人 兼通知付款人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银行 该付款就付款 因为这个公事催告程序 终结了 如果乙公司 他准备 主张票据权利 他可以向对方 提起这个普通 民事诉讼 是可以 这是呢 如果定公司 人家出示票据了 该怎么去处理 再看呢 这个第三问 第三问说 当乙公司 另行对定公司起诉 请求确认 自己是票据权利人士 其请求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个高情 法院能支持吗 也就是说 到底票据权利 不见在谁手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 请人画的一张图 因为呢 这个饼 饼的话是不想票据权利 但是丁的话 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 他善意取得票据权利 丁取得票据权利了 以的话就丧失了 票据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以丧失票据权利了 所以这个以的请求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 最终的话 丁 丁的话找N银行 去提出付款 丁拿到钱 以的话肯定哭 哭的话找谁呢 你找这个饼 饼的话欺诈 他对饼提起诉讼 让饼的话赔偿 他的损失 这个可以 所以大家把这个提 需要怎么清楚 关键是公事催告的问题 谁是申请人 谁是利害关系人 如果你申报了人民法院 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这是第二题 好下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三题 是咱们筑块 2001年 考了一个综合体 他甲公司为支付货款 向乙公司签报一张 以N银行为承对人 金额为20万元的 银行承对汇票 然后A银行在票据承对栏中 进了签章 所以看到这儿呢 就要搞清 这个双方的关系 这个甲的话呢 他准备 准备的话呢 向乙出票 金额是20万 然后这A银行的话 他是承对人 然后乙公司 会向饼公司支付货金 将该票据呢 交付给饼公司 将票据的话 交给饼公司了 但是未在票据上 背书跟签章 而是直接交给饼公司 这话很奇怪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 乙的话 需要背书 转个饼 如果背书转上 乙作背书人 在票据上签章 而且需要记载 饼是背背书人 但是他是直接将票据交给饼 在票据上没有背书 也没有签章 然后饼公司 他需要向丁公司支付共产款 他准备呢 将该票据 转给丁公司 但是丁公司发现票据上 没有转让背书 于是提出一意 这饼公司着急了 狗鸡跳墙 他撕刻了乙公司 法庆代表人 刘某的人名章 和乙公司的工长 加干语 这个背书来 并直接记载 丁公司是背背书人 丁公司不只有假 你看到这儿的话 出道了告诉你 不只有假 说明什么呢 丁公司是战役的 而且支付对价 之后 丁公司会偿付欠款 将该票据 背书转上给了物公司 你看到这儿的话 需要把关系搞清 所以他出了什么题呢 这个丁公司 丁公司的话呢 他是伪造人 他是伪造了乙的签章 以乙的名义 将票据背书 转上丁 所以乙的话 变成了背背书人 丁的话要背书 转给物 就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假公司 受到乙公司货之后 发现货物存在 严重的质量问题 于是要求乙公司 退还货款 并承担负业责任 然后票据到期时 当物公司 向A银行提示付款时 A银行 以这个假公司 以这个出票人 存入本行的资金不左右 拒绝付款 首先判断呢 这个汇票 结果A银行成对了 而且A银行是被伪造人吗 他是真正签证人 这种情况下 这个成对人 他是不得以期 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关系 来对抗持票人 然后看题目要求 第一问 A银行拒绝向物公司 付款的理由 是不是成立 并说不理 前面说过 根据规定 成对人 不得以期 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关系 来对抗持票人 第二问 A银行被拒绝付款之后 物公司 他可以向哪些当事人 进行追索 好事过程中 你光拿小眼睛盯着行吗 盯着屏幕行吗 不行 你需要把当时的关系搞清 如果物被拒绝付款 物被兑水行是追索权的 由这个就考了一个票据的伪造 好伪造的话两个层次 谁是真正签证人呢 首先 这个甲跟A 他是真正签证的 向他们追索 这个可以 然后这个A的话 不拒绝付款了 向他追行吗 因为你是成对人 你成对之后 没有账当理由 你拒绝付款 这么的不对 向他追是可以 然后丁的话是真正签证的 向丁追 也可 向丁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向以丙追 行不行 要丙是伪造人 向丙追不行 以是被证造人 向以追 也不行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伪造 在这块呢 大家注意这个题 他只是向哪些当事人 并没有说理由 等你把那几个当事人 他可以向谁追 就可以 再到第三问 他如果物公司 在爱银行拒绝付款之后 向甲公司 进行追索 说甲公司可否 以这个跟已公司之间的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解决为友 拒绝向物公司承担 票据责任 这块考的是什么呢 这考的是票据抗辩的问题 票据抗辩 什么意思呢 再看刚才这个图 以向甲发的货 的确有问题 注意站在甲的角度 甲对以提出抗辩 这个可以 但是当物向甲追的时候 甲说 说你的前手以发的货有问题 一次为友进抗辩 行不行 怎么说理由呢 最省事的 因为这个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其 与持票人前手 之间的抗辩事友 来对抗 该持票人 这是最直接的 就引述这个条文 就可以 然后再看第四问 这个丙公司 将斯科的人名章 跟工长 加盖于贝书兰 并直接记载 丁公司 为贝贝书兰的行为 属于票据法上的 什么行为 这叫什么行为呢 这叫票据的伪造 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 由丙公司 是伪造人 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 承担伪造票据的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行事责任 就可以 但是丙公司 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吗 由丙公司 是伪造人 在票据上 没有签障 因此不承担 票据责任 所以这个题 这四问 比较简单 好笑 看一下第四题 这个题的话 是咱们驻快一二年考了一个综合体 说A公司 为支付货款 向B银行 欠发一张 金额为二百万元的 银行承担汇票 某商业银行 作为承队人 在票据上签张 然后B公司 收到该汇票之后 将就倍数转给C公司 以偿还所建 C公司的租金 但未在 背部上揽装 记得C公司的这个名称 这什么意思呢 还是A A的话向B出票 金额是二百万 然后某银行 他是承队人 他已经盖了承队章了 然后B的话呢 他准备背书 不让个C 但是B向C做背书的时候 大家搞清 B的话签张了 但是呢 这个谈到背背书人 在这篮中呢 他没有记载C的名称 将票据直接交给C 好好看 说C公司建D公司 一笔应付账款 于是直接将D公司 记载为B公司的背背书人 并将该汇票交付D公司 这话考的什么呢 说这个B的话将票据给C C的话将票据呢 交给D 事后的话 直接是记载的D 是背背书人 这个补记 补记的话呢 第一个判断 补记之后 这个背书有效吗 因为这个背背书名称 他可以授权补记 补记之后呢 这个背书是有效的 背书有效 相当于B的话 将票据 是直接背书转个D的 要上面有B的签章 但是谁是背背书人呢 并不是C 而是D 这块背书有效 然后第二个判断呢 这个C C的话在票据上签章了吗 并没有签章 既然没有签章 怎么去处理呢 他并不是票据债务人 现在票据上没有签章 他不是票据债务人 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吗 他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因此事后行事追错权的时候 不能对C行事追错权 然后去看 说D工作随后 将该汇票 由背书让E公司 一个偿付工厂款 并于票据上注明 工厂验收合格后 则转让生效 那么这块考的是什么呢 这D的话 向E做背书的时候 他付了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验收合格的背书 生效 背书是负条件的 所负条件 不产生汇票上的效率 这个背书 照样是有效的 就算验收没有合格 这个背书有效 E的话都取得票据权 让赞好看 说D公司跟E公司 因为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未能验收合格 而发生纠纷 在纠纷期间 说E公司为支付广告费 准备将该汇票呢 背书转给F公司 F公司负责人 他知悉 知悉D公司 跟E公司之间存在 共同纠纷 对该汇票产生疑虑 于是要求E公司 这关联企业G公司 跟F公司签订一份 保证合同 该保证合同约定 G公司就E公司 对F公司承担的票据责任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但是呢 G公司 他未在汇票上 既在任何内容 也没有牵扎 这个说明什么呢 大学搞清 E的话将票据 背书转给F的时候 有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呢 F的话是窒息了 他是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个D1之间 存在着合同纠纷 如果知道 他们之间存在着 抗辩事由 还是让票据 跟什么结合呢 跟票据抗辩 相结合 如果F 他被拒绝付款 F向D追的时候 向D追 在这种情况下 D能提出抗辩吗 这会可以 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F是善意的 要支付对价 他不知道前手之间 存在抗辩事由 善意的 要支付对价 当F的话 被拒绝付款 他向D追的时候 说站在D的角度 说你的前手E 工程知道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D的话 能对抗F吗 不行 因为什么 怎么说理由呢 票据债务人 不得以期 与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 抗辩事由 来对抗持票人 如果你善意的 支付对价 不能抗辩 现在F的话 知道 他明知道 前手之间 存在抗辩事由 还收拾票据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D的话 对抗F 对他进行抗辩 这是可以 这是第一个信息 然后第二个信息 F知道之后 他知道有可能出事 他让G的话呢 提供保证 提供保证的话可以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F跟G之间 他只是签订了保证合同 这个G的保证人 在票据上并没有签账 在票据上 没有G的保证资料 所以这种情况呢 既然G的话 没有签账 他是不承担票据账 怎么说理由呢 要G在票据上 没有签账 他不是票据债务人 不承担票据责任 因此当F 被拒绝付款的时候 F对G的话 能行使追踪权吗 不行 对C能行使追踪权吗 C在票据上也没有签账 所以对C对G 不能行使追踪权 但是呢 双方的合同 毕竟是有效的 所以他根据 有效的合同 基于这个有效的保证合同 让G承担保证责任 你不承担连带保证吗 按照这个保证合同 让他承担保证责任 这块是可以 通过这个题的话呢 他主要考到什么呢 首先 这个背书是负条件 该怎么去处理 然后这个C的话呢 他直接将票据交给D 这个被别生名称 补记了 但是C没有签账 该怎么去处理 要考到呢 这个票据保证的问题 考票据抗辩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的话 也非常经典 这个题具体要求 跟这个答案的话呢 咱上课就不念了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但这个题必须做么清楚 特别是票据抗辩 他明知 这么处理 然后保证那块 他在票据上没有签章 是不承担票据责任 行者追选权 不能向他追 但是保证合同 是有效的 在这个保证的问题 好清楚 这是前四个题 好 各位这一讲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